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是星期六 明天早上星期天是我和大家一起带训练 然后分享运动鸡汤的机会 所以我已经把运动鸡汤包好 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 今天要讲的是有一篇文章 讲述了为什么生活中压力大的话 会造成摄入的热量增加 然后比较容易肥胖 压力很大呢 就会造成心理的障碍 情绪的障碍 然后情绪性的饮食 肥胖 肥胖综合症 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医学院 做了一个用猴子做实验证明了 它是把这个叫印度的恒河猴子 那些母猴子 五个猴子放在一起 这些猴子呢 他们也有等级关系 有那种就是比较强势的猴子 一个五个一个笼子里面 有两个是强势猴子 三个是弱势猴子 强势的呢 就经常去打那个欺负那些小猴子 那些小猴子都缩在这个笼子的脚里面 就唯唯诺诺的 然后对这五个猴子呢 给他们两种饮食 一种是那种比较健康的 低热量的 低糖的饮食 另外一种呢 是那种像给人一样的那种快餐啊 油炸啊 热量高高糖的饮食 两种饮食他们都可以接触到 都可以去随便吃 这就发现了那些小猴子受气的小猴子呢 他们在有高热量饮食的时候呢就吃了就更多 然后摄取的总热量也要高着很多 但那些非常强势的猴子呢 不管你是给他健康饮食 还是高热量饮食 他吃的都差不多 不会增加摄入量 增加高糖高热量的摄入 这个同时还发现那些弱势的小猴子 那么他们吃的多 热量吃的多之后 就发现他们那种焦虑的表现 比如猴子焦虑可能是脑耳朵呀 这些的就会少一些 而且呢他们就表现的比较平静一些 压力有关的激素叫cortisol 它的level也低一些 这一点呢跟人类的社会非常相似 这些都是因为是母猴子 特别能够反映女性 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了压力 尤其有的时候白天 老板也不是特别好相处 累了一天回来就觉得特别想吃 那些不太健康的饮食 比如说盐酥鸡呀 夹心饼干呀 很甜的奶茶呀这些 而且呢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 虽然不饿就觉得有点馋 就想吃英文叫comfort food 就是那种有那种疗愈性 让你觉得很平静的那种食物 很多都是高糖 比如甜甜圈啊这些的 就是当老板的发号施令 一切都顺心顺意呢 他白天没有积累那么多压力 晚上回来也不会觉得想吃高热量的饮食 他们反而身体就非常好 身体很健康也不吃得过多 这就慢慢的造成了更多的 由于贫富分化造成身体上也有两极分化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因 就是白天的社会压力 可以会带来晚上摄入更多的热量和造成肥胖 那就注意要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管理自己的压力 比如说你可以做运动运动特别好 有的时候你哪怕晚上没有睡好去做运动 走进健身房那个时候 相对于你走出来的时候 总是出来的时候感觉最好 然后还有呢用正向的冥想非常重要 有不同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心静下来 然后给自己一些正能量的冥想 如果这些你都不太会做呢 那哪怕走一走做的家务到外面院子里转一转 女生呢可以买买买可以自拍拍照片 互相分享朋友圈分享你的照片 那也比坐在电视机前坐在你的游戏机前不动 然后吃好多垃圾食物要好很多 所以这个实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也和我现在的情况类似 我过去两年做了健身之后 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外形都更加自信 也有一种掌控感 所以我现在是不会用那种叫comfort food 就是让自己疗愈性的食物 但是我也我的短项就是 我现在有一点对自媒体 有的时候如果心情不好了 就开始刷手机刷半天 这样呢其实如果是要我在创作 做视频写文章的时候 我的感觉非常好 但是那种被动的光看 没有任何交流的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个方面我也在慢慢改进 好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帮我点个赞转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